两位选手都非常有自信啊 是 眼神非常的犀利 好 接下来这场邱建良的跨界之战正式开始 我是评论员王腾肖 我搭到的是著名的主演员王燕波老师 看到一上来邱建良的对手 艾文森就直接冲上去打了几拳 但是对于邱建良并没有什么的影响 无法和脚步 所以判断 这个是非常的难捉 转身后板倒了 倒了 想摔 进到双内把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快拿了一把 艾文森呢他这个 综合格斗的技法 还是在管你这个救了他 其实邱建良大腿的意义不大 邱建良也拿到了一个内外把 现在艾文森 还是拥有 能够摔倒邱建良机会 邱建良抓了神千 好 被爆了 被爆了 小心小心 淘汰了 握手 没打到 艾文森 做个摆拳 轻建良 推开了 对方防守 对方给了一个刺拳 影响不大 对方 握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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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位的 第一位的很低 这个位置摔倒了 摔倒了 筋力变好 哎呦我邱建良 小心了 刚才那个打入是非常低 直接从贵姿开始冲进去 艾文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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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 很多的实力告诉我们 如果只是缠爆 情爆的情况下 在上位的选手 你很快就可以耗尽你的力量 一定也对 这个就是在训练上的两个人 两种不同分隔的这个 各种方式 是 后手打成 轻建良没有打开腿 宁愿让你打几拳 我也不让你过腿 艾文森 打拳 杂拳 轻建良腿已经打开了 艾文森 我们看他跨师往后坐着吧 这样往前扎的时候 轻建良有机会把腿关起来 想做十字过 快没有抬起来 过去 做了一个扫机 足跟钩 快了快了 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的办法 是艾文森直接想做一个直角锁 然后推过来 直接足跟钩 马上到位 轻建良要保护自己 赶紧爬 蓝方 足跟钩 强服对手获胜 真的